確實他這一段不只是沒有叫封益出錢 他還說要用縣服納稅人的錢去幫他 哇這個實在是很扯 他說因為這是公共馬路跟封益無關 但是因為剛剛節目開始之前 很多人質疑我的工程專業 今天一定要把工程專業講給大家 你只有三分鐘 好儘快 第一個什麼 我先講什麼藏寶圖 為什麼要藏寶圖 江處長為什麼需要用藏寶圖 請問一下李正浩你藏私房錢 你會畫一張藏寶圖嗎 不會 那什麼情況你會畫藏寶圖 角兔四窟 要給人家看的時候 什麼意思 會不會有其他人也共享這筆錢 只是現在斷點在處長 海賊王 對嘛 海盜的藏寶圖是同夥都要有 他就三個地方 就是他配偶在台中太平的家 他自己在竹北的家 還有他爸爸在苗栗卓蘭鎮的家 這其實自己記一記也好 這有什麼記不起來的 你做到處長的 你在那邊 這三個你在那邊 在竹北市他自己的家 在配偶台中太平的家 還有他爸爸在苗栗卓蘭的家 我只有三分鐘 為什麼要浪費我時間 是 你現在剩一分半 沒有 這個是檢察官 在這個新聞稿都有險 道上規矩 藏寶圖要共享 你藏寶圖一定是要別 八八與四十八個江陽大道 對嘛 你要給別人看才需要藏寶圖 所以他上面有沒有更大的人 在共享這一筆 看起來斷點在他的一千四百萬 這個可以考慮 但是我先跟他講 我們先不要害到喜萊登 喜萊登開放投資 各地有不同的冠名企業 我剛剛要查他的新聞 我打風邑喜萊登 新竹的喜萊登就是風邑集團的 難怪又送餐券 要去總統套房開Party 對 所以其實我們注意要講的 就是新竹的喜萊登 跟其他地方無關 但是你剛剛說 你要展現你的工程專業 你講到現在還沒講到工程 好 我跟大家講 因為我仔細研究了 他的泛濫動機 第一個 蔡英文有責任 第二個 H行鋼缺貨有關係 等一下 等一下 你講到重點 蔡英文有責任是不是 我們進一段廣告回來 讓3Q好好展現他的工程實力 進廣告 歡迎回來新台牌上線 今晚節目沒有極限 剛上段我們講整個楊文科 涉嫌犯圖立罪的這個犯案細節 我相信觀眾朋友都嘆為觀止 怎麼有這麼這麼的不設防 怎麼有這麼這麼的大膽 我可以在副縣長辦公室喬士奇 我可以在縣長辦公室喬士奇 我可以在縣長官邸喬士奇 我可以在喜萊登飯店喬士奇 我可以在喜萊登飯店的總統套房 喬士奇 面對這樣事情 同樣上個禮拜 鄭文燦發生事情的時候 民進黨第一時間開了聯政會 對不對 而且還沒起訴 就先幫鄭文燦停權 而且賴清德總統是非常嚴肅 站出來說什麼呢 誤枉誤眾 他說這叫不得不然的事情 一定要做 而且黨發言體系 一定要求司法誤枉誤眾 對不對 可是沒想到楊文科案爆發之後 國民黨發言的楊智宇出來說 相信楊文科的清白 還在相信楊文科的清白 你兩個黨人對於清白的定義 會不會差太多 所以要請三口繼續分析 你說這件事情是蔡英文的錯 對 壓軸最後一個評論 好久點案底 先講一下楊智宇剛剛說 這個楊文科可能是清白的 這個要換個方式講 這個叫喊冤 喊冤 然後我去查楊文科的生肖屬兔 兔子關起來就是一個冤字 所以他就是希望他趕快去關 你也變說文解釋大哥了 登登登登登 好 蜂液這個建設公司已經被起底 他前身叫做豪龍建設有限公司 在二十五年前九二一大地震的時候 他的建案東四王朝倒塌 導致二十八人罹難 偷工減料 所以他當時被判培兩億入監三年 出來之後北上新竹建立新的豐益建設 他是這樣子來的 因為他們姓祖林良堂 所以他們的建案外面會寫主事平安 他們會在他們的建案廣告上面寫 這你問新竹的就知道了 新竹包括台中 你只要看到工地旁邊圍起來 那個布上面有寫主事平安 或有神什麼的 我把鋼梁的長度 從三十三點八公尺 變成十五公尺 我也要寫主事平安 確實 確實我們讓大家有一個分別的 你好好蓋房子就平安了 你的主事平安要幹嘛 另外一邊可能有貼我佛慈悲 我佛慈悲 H形鋼在那幾年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跟為什麼跟蔡英文有關 因為產業回台大擴張 營建大缺料 H形鋼誰手上有 誰就是老大 你看他才審多少 他從三十三點八公尺 審十八點五公尺 審下一億五千萬 這第一階段 然後第二階段 他把CCPL用料再減料之後 15.5公尺 再審兩千六百萬 整個加起來 他2.5億是犯罪所得起訴 他這個省下來的錢還沒有算 所以整個案子對他講是五六億 而且五六億是結算金額 我要跟大家講 為什麼還會有問題 是因為他的H形鋼 當時是需要現金買斷的 那你知道做土地建設的人 土地是買價 然後請工人 他們都有現金流的問題 對 然後他沒有賣出去的話 那些現金流會鎖死 因為H形鋼會把他的所有現金 鎖死的情況下 他一方面變貴 已經不好買了 二方面我如果被你停工 我每天不知道多少錢在花 所以他為了這件事情 才不得已以身犯險 從超25年前的就業 然後才造成這樣子的 官商勾結的情勢 杨文科應該要在這個時候 我常講一件事 國民黨如果跟 哪一個黨都一樣 只要跟貪污土地有關 如果是要獲得減刑 這個要做貪污所得的資源共享 要跟大家講 他當初怎麼找我的 我們在總統套訪裡面講了什麼 我怎麼交代處長 不會被抓 水染還是被抓了 然後你應該要怎麼樣洗錢 這裡面有87萬 是藏在這一張圖裡面的 你看第15點 他是用87萬捐給政治現金的方式 按政治現金87.7420元 所以這些都是巧利明目 杨文科要如果接下來在審判的過程 要獲得減輕量刑的話 你要想辦法把所有的東西公開透明出來 讓這種案子 其實我們都在講 不是現在這個案子重不上的問題 是未來怎麼避免 杨文科在選前 他是怎麼跟大家講絕對沒有問題的 在重啟審判的時候 他是怎麼跟大家講沒有問題的 可是今天我想問范老師 狀況實講 這真的整個案子 我看完起訴書 真的讓我探為觀止 觀眾朋友你沒看錯 剛剛講殘寶圖 殘寶圖對不對 那起訴書上面寫 於112年9月7號7點10分 去新竹市前公務處處長 將良原竹北的住處搜索 原本沒想到 原本只搜索到多少呢 139萬的現金 就是在這個水管裡面 以及有個紙袋 裡面有60萬元 大概將近200萬元左右 結果沒想到槓上開花 他搜索的時候 發現竟然有什麼 有藏寶圖變條紙兩張 結果呢 看到藏寶圖 檢察官都不相信自己眼睛 趕快去報請高檢署還怎樣的 然後呢 去這個搜索票 真的 車上3萬 這可能是他的現金啊 這不算 這我可以把它拉掉 沒關係 張款3 江良原老婆 台中市太平區二樓書房房巢下面的木製抽屜裡面有多少錢 有40萬 還有呢 江良原父親在苗栗卓蘭鎮的住宿 在江良原的房間 就他以前住的嘛 那老家老家的房間的衣櫃的最幾層 收出數十代現金啊 現金裡面有1240萬啊 這是江良原的部分 楊文科 楊文科現在收到金額並不大 坦白講 縣長是123500 金幣一枚金氏七枚 這很奇怪 你一個縣長要金氏幹嘛 你又不是饒舌歌手 要不要HIPPAP弄一大堆又不是我對不對 然後縣長官僚裡面有57萬 這個東西裡面有這個另外之類不談 好 另案以所謂的不明財產來源來去做偵犯 放置我要問的事情是 第一件事情 這真的很誇張 就像這個律師剛剛講 江良原收了一千多萬 都不敢處理 楊文科這麼積極 難道只會為了87萬7420塊的 進總租金就這樣幫所謂的 封易建設護航嗎 范老師 因為江良原這輩子已經完蛋了 對 他是公務員出身喔 高考及格 淡大的建築學士 還考上了建築師執照 這很難考耶 阿川都沒有耶 然後他還拿到了交通大學的碩士 他的論文寫什麼 竹北市建築施工零損問題 所以他對這個問題 他就研究這個的 他了解了 研究這個零損的 所以我覺得 江良原這個人如其名 他還有點良心 他拿了一千四百萬 他後來不敢去接了 這個封易的總經理的電話 他有點想要保持距離喔 他去年九月就被約談過喔 對 然後他的前任的處長 就是公務處的處長 叫做林赫斯 在前年也因為貪腐被抓 所以我真的覺得喔 在新竹做官的折損率 怎麼那麼高喔 我覺得江偉原也會覺得 我的老闆都被抓進去了 我去年也被約談 所以他才 我覺得他應該內心很毛吧 可是你看 從去年到去年四月份 那個第五次的 看他還在處理 還在喬 他已經不接封易電話了 對 可是縣長打來的電話 他不能不接 所以我說他還有點起碼的良心 還有起碼的良知 對 那因為 但是姚文科呢 姚文科不是喔 姚文科 欸 姚文科在今年的二月二十九號 就被依照貪污之罪條例 被調查局約談 對 但是因為那個時候 檢方是說 沒有積壓的必要 所以五十萬就交保 對 我覺得姚文科 你應該 因為那時候 我們不曉得什麼事情嘛 檢調說這個 調查不公開 所以我們不曉得什麼案子 那今天水落的史書就是封易 而且看起來姚文科 他是直接在下指導期 直接要求這個處長 執行他的命令 對 所以我覺得他已經 沒辦法再辯解了 因為我們知道 我真的很懷疑啊 國民黨還在說 姚文科是清白的啊 我是很懷疑 這個檢察官 是不是有親朋好友 買了封易的房子啊 他今天的起訴 講得很嚴重喔 很嚴重啊 封易偷工減料 嚴重危急民眾的身家安全 這個事情不是跟 跟我們這個什麼 鄭文猜那個什麼 華雅園區的擴建有關 那個只是商業利益喔 這個是牽涉到住 民眾的住的安全耶 你現在買封易的房子的人 你最好停車小心一點 停完趕快先跑 你不要停啊 你不就跑了 你家裡買 地下室會變對啊 隨時可能看他 我跟你講 真的隨時要跑得快啊 不要在地下室逗留太久 好不好 或者在外面租個車位 是 所以而且現在所有 所以為什麼說那個檢察官 或者是新竹調查站的 這個調查官可能 他們的朋友都會買這個房子 現在恨 怎麼脫手 你現在買到封易的房子 大家試封易 嚇都嚇死了 沒關係啊 他旁邊有弄主事平安啊 主事平安 最好地下室也貼主事平安 沒有用啊 用神力可以抵抗這個科技嗎 對不對 當然你信得很虔誠 可是上帝也是保佑有良知的人啊 你封易這樣亂搞 問你新竹那些買房子的人 很多都是科技新貴 在主科上班的 他們現在房子 第一個貸款繼續繳 第二個賣不掉 第三個大家見封易跟看到鬼一樣 誰要買封易的房子啊 所以我說那個檢察官 為什麼說你危急民眾身家安全 而且他說你是公務員 背棄民眾所托 就是你 雅文科你民眾選你出來 你還背棄人民的所托 土利護航封易機構 官商勾結 你看多嚴重 惡性重大 請法院重重量刑 每一句都是刀刀劍骨 對 恨之入骨 所以我真的覺得 可能很多買封易的房子 這些現民 現在真的對雅文科也是恨之入骨 可是我不要講雅文科到現在為止 還不願意去面對現實 還想要耍賴 還想要這個轉移焦點 我覺得是沒有用的 但是我不要講 雅文科五個字 林老入花叢 你確定他是林老嗎 我跟你講 他一百零五年就在喬了 他這輩子 當了三十七年的公務員 他二十五歲就考上高考 然後後來就一直在竹科 從科員一直做到竹科的主任秘書 做了二十三年 後來到中科去當主任 所以他後來 二零一三年退休 已經六十二歲了 對 所以他前輩 我不想講 他過去這三四十年 真的是在當公務員 兢兢業業 沒算什麼錢 沒算什麼錢 每個月就是去郵局刷折子 啊好高興啊有薪水了 可是 這是到了當了縣長不得了 以前只有拿固執薪水 你沒有七枚金釋 HIPHOP歌手 所以我說 我怎麼說他林老入花叢 他當上了新竹縣長 已經六十七歲了 一般人都要退休了 然後他現在七十三 不是啊 你林老入花算是自己的推理 對不對 所以他受不了誘惑嘛 以前都沒有什麼 都是臨死薪水 現在看到 我尊重你的推理 封疫來主動來找 對不對 這個時候此時不撈帶何時 那輩子沒有機會啦 對 所以我覺得 楊文科就這樣子硬幹下去 我覺得他想說 反正 但是我要講楊文科 你未來下半輩子 就會在監獄裡面養老 很有可能 很有機會 對對 非常謝謝范老師 Senator Cox 杜文科 人 這個